死伤2000多人,差点被一锅端的珍珠党用血的教训给咱们中国上了一课 熏呼机同时爆炸,黎巴伦珍珠党差点被一锅端的消息,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根据公开的报道显示,这次的爆炸至少导致2000多人受伤,超过9人身亡 由于熏呼机是在同一时间爆炸,并且目标主要集中在珍珠党成员 所以这起世界的幕后黑手,以色列人的嫌疑最大 至于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珍珠党内部出现了内鬼 为了不让以色列方面利用手机的信号来追踪用户的位置 导致疑军对珍珠党高层发起斩首行动 所以珍珠党在今年早些时候,特意向中国台湾一家名为金阿波罗的公司 订购了5000台熏呼机,然而看似吸取了教训的做法 却为此埋下了货根 当专业人士调查完,起报的熏呼机残核后发现 在运往黎巴伦之前,这批熏呼机经过了一次改装 改装人员在熏呼机的电池旁边安装了一个小炸弹 并且还安装了遥控程序,可以发出指定信息 让电池打到一定温度以后,进行引爆炸弹 目前来看,所谓的指定信息 在产品生产的时候,应该没有预险安装好 或者说,安装好了之后,相关的公司也不知情 不然的话,金阿波罗公司的负责人也不会出来喊冤 说他们一点都不知情 这么大的事情撒谎肯定是没用的 有没有安装,能够接受指定信息的程序,一查就能查出来 因此这件事情大概率只是以色列方面联合珍珠党的内鬼发起的单面行为 乍一看,以色列这技术还挺强 熏呼机都能做成定时炸弹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和科技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也就是说,任何一家手机企业想做到这一点都不难 所以这件事情不能说明以色列很强 只能说明他们现在几乎没有人性了 这种放在任何国家都是恐怖袭击的行为 一般人是干不出来的 估计黎巴伦珍珠党也没有想到 以色列会下作到这种程度 要知道,巡呼机这玩意儿不只是珍珠党成员在使用 军队使用,政府官员使用,就连普通人也在使用 如果之前那匹被动过手脚的熏呼机留到了市场上 那这就是一场针对所有列巴伦人的恐怖攻击 现在就看有没有铁证能够证明以色列是幕后黑手了 如果有,那差点被一国端的珍珠党 也算是用鲜血给我们中国人上了一课 提醒我们以色列如今已经撕下了所有的伪装 为了消灭对手,他们发起了一场超限战 虽然以我们的技术水平和监测水平 敌人想在电子设备上做手脚很难 但关键在于危险无处不在,风险时事都有 而且形势多样,不断翻新 这方面我们要提高警惕,倍加小心了 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下期再见